那么要懂得跟好的人在一起 你的气场会变得好 跟不好的人在一起 你的气场会变得差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天天跟你打电话 一打电话来就是说 哎呀我很苦啊你救救我 你听完他15分钟的电话 你马上就会很不开心 对不对啊 你们很多人经常看电视联系剧 如果你连续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你看完电视你就翻也不想吃 因为你会进入电视剧里面 你会很难过 这就是人的气场的感应 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全部都是大家都是学佛人 学佛人在一起就会有好的气场 因为都是善良的人 所以才会越来越好 如果今天你们全是乐人 你们坐在这里 等台长开示完之后 你们出去每一个人都这样 很坏 因为要记住 善良的人永远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把人家想的不好的人 心中已经不善良了 所以要把人家都看成善良的人 这个人就拥有一颗慈悲的心了 大家听得懂吗 希望大家要好好学 所以要懂得像我们受气了 对不对啊 为什么人维他命D不够 身体不好 为什么叫人家要多去晒晒太阳 那么接受的就是一行阳气 为什么家里女人太多了 男人一个都没有 这个人家里就阴气比较重了 地下室为什么阴气重啊 潮湿啊 为什么在白天在楼上越高 为什么就觉得心情越愉快啊 你爬到山上再看 一望无际的珊瑚和海峡 你会心情非常的愉快 这就是因为你阳刚之气充满着心 听得懂吗 所以阳眉吐气就是一种气 今天我说你好话了 你接受我的好的气场 我今天说你坏话了 你就得到恶气 所以你不去讲人家不好 你就得到人家说你好 你今天去说人家好 你就能够得到人家夸赞 你会得到更好的气场 所以凡是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上 为别人想 你就是慈悲 你就是善 所以希望大家从学博当中 好好的明白 我们做人生的道理 实际上学博就是做人啊 succeeded 吃个人生的那种 吃个人生的写的 就是说你 吃个人生的写事 有什么能够 奴隙 我那能够 吃个人生的写事